阮家的父母均已经80多岁高龄 目前在燕郊的一间养老院生活 2018年9月11号 两位老人回北京看病 就在那一天 老母亲与赶到医院的女儿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父母长期在养老院生活 难得回来看病住院 按理说 女儿应该早早到医院帮忙照料才是 可为什么就在父母回来的当天 当着医院里众人的面 女儿会和父母发生口角呢 完了以后呢 我那儿媳妇呢 把那电动三十给我送药出去 送药碰见门儿媳妇了 跟门儿媳妇就嚷嚷 门儿媳妇说 这可是你的亲爹亲妈 你要再嚷嚷我就打110 我对妹的旁边 她很嚣张 你这些年 你对你父母都做了什么 你母亲还是一位重病人呢 你一个月去看你妈几次 在大家的劝解下 双方的争执最终不了了之 而时隔半个多月后 女儿却意外发现 父母竟瞒着自己 办了一件大事 你闺女儿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吗 闺女不知道 已经过后了 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都不通气了 采访中母亲告诉记者 她们的确是瞒着女儿 在2018年9月29日 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而女儿之所以事后才得知 是因为母女关系 原本就不太和谐 是他们给这打的电话 当时我不想来 我想自己把这些不愉快消化掉 后来9月29号发生这件 去中介这件事 后来我就打电话 我说我还是愿意到这来调解 女儿说 自己原打算慢慢化解之前的怨气 可没等气消 新的刺激又来了 9月29号 一个突然间的发现 让她的神经 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这时候她才彻底 真正想清楚 她说她心里非常不舒服 然后她妈妈就不干了 我们想跟她谈 她不愿意跟她谈 9月11号 女儿究竟因为什么 在医院与父母发生争吵 18天后的9月29号 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让女儿如此不安呢 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父母的烦心事 第三条解释 欢迎来到调解现场 今天首先来到第一现场的是 阮女士和她的爱人两位 我想问一下 今天是您跟您的父母 过来这边调解 看了一下您家大概的状况 还是离不开这个老生常谈房子的问题 是吧 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8月份的时候 我母亲说 把他们和我父亲名下的两套房 其中一套过户给我弟弟 后来我说你过户给他一套 那对我有什么安排 他没有理由 他都没理由 我妈说的 把你养这么大了 给你什么呀 我听了这种话 我当时是挺不高兴的 我没有说什么 他就想什么呀 他就想不给儿子过户 不给儿子过户 一旦我们俩 我们俩老了以后 他跟儿子一人一套 我说的 我还是想 希望他们能够公平的处理这个生前财产 而且在这之前 入住养老院之前 他们说 生前对财产不做处置 我们也都是 这种习惯 说的 不再问这些事 这个事是谁主动提的呀 你妈 我妈 就说他呀 我们要给过了户了以后 他要跟我们没完没了的闹 据老母亲讲 9月11号在医院 女儿跟自己争执的核心原因 就是为了家里的一套房产 为了不让他们提前把房子过户给儿子 女儿不惜大吵大闹 您现在说的这件事是妈妈的一个想法 还是妈妈已经做完的一个行为呀 她说过户 我不知道现在程序走到哪了 您现在也不确定 因为已经两个月了吧 房子目前到底有没有完成过户 女儿表示她也不得知 但9月29号 从房产中介那里传来一个消息 却让她的不安加重了 结果那个9月29号 我弟弟又把我母亲给接到西指门这边 然后那个房屋中介 因为是我出租的房子 中介说说你父母马上要来 他们说的带着房本 说这房子不用你租了 他们自己租 说的要求把那个 就是房款不打到我的卡上吗 说的那个要求打我妈的卡上 据了解 自从2016年父母搬去养老院之后 父母的这套住房 一直由阮女士带为打理 房屋租金也由她收取后 再转交父母 但是从9月29号这天开始 父母却突然收回了这项 曾经交给女儿的权利 后来中介这么多说说我弟弟去了 说的我们现在就终止 马上就办卡能不能转 中介说的你有房本 你可以这么做 然后他就带着我妈出去办卡 然后就当时把手续就都办好了 办卡打我妈身 我办了一个卡 我找那中介去了 10月份呢 还是打着她那卡上了 好了也到11月份就打着我卡上了 如今阮家的两套房产中 一套由父母出租 自行收取租金 另一套则由阮家弟弟使用 等于两套房都没让女儿经手 再联想起父母曾经说过 要给弟弟过户一套房子的事情 阮女士的心里就更不踏实了 我觉得我父母应该处理的财产 应该公平 您说的这个跟您的具体 有什么想法吗 他一套我一套 那套过没过还不知道 他说您不能给小军过户 我说那不能给小军过户 我说你这样不是 小军不对我有意见吗 女儿认为 父母只给弟弟过户太不公平 可父母却坚称 这套房就应该过户给儿子 他们各自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拆迁的 拆迁过一次是那个平房拆迁 那个原有的那个老底子 是我老爷 把那个顺义高丽营老家 那个院子给卖了 然后买到前套127号 就北二关 我西这门买到这个房子 据了解 阮家如今的矛盾 与1989年家中所经历的一次拆迁有关 那后来安置之后 你们分了几套房 分了两套房 那两套房在哪啊 都在西楼园啊 那两套房是属于产权呢 还是 那个那个什么呢 到那会儿得花钱租 那约交房租 还是供租房的 对对 哦 当时家中分到了两套回钱房 但其中一套在安置之初便被母亲卖掉了 拆迁给了两套 已经失去了一套了 一套是 拆迁给的两套啊 给到那个杨桥 两套两居室 有一套当时就让这个 于岳母给卖掉了 五万块钱 给他侄子了 哦 我那套房就等于就卖给他侄子了 哦 这五万块钱是吧 哦 就卖给他侄子了 哦 就卖给他侄子了 这样呢 我就剩 我就 我不就剩这一套房子吗 剩这一套房子 这一套房就写着我的名字了 留下的一套回钱房 就此写在了母亲名下 由老两口居住使用 据了解 当时阮家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有房住 我就住在他爸给我们结婚的那个房子 在马连道 我弟弟住在那个西把河 是我附近单位的福利房 都是两居室 不久之后 为了一家人能住得更近 来往更方便 阮家又统一进行了一次换房 包括父母 女儿 儿子在内的三处房子 都集中换到了西之门 也就是阮家父亲所在的单位的房子 那西之门是他们单位的房子 哦 单位的房子 另外那个地段又好 所以跟他们单位就换过来了 单位给分了一个多大的房子呀 单位也是两居室啊 西路园是两居室 这边还是两居室啊 哦 然后您刚才说 用公共的房子换房是什么意思 让我按人说吧 换过来 那套房子是这样 我附近的房子 然后呢 我们是当时是住在 那个港门外里面 这套房子 然后呢 这个西之门这个房子建好以后 然后呢 这个 我的这个老丈人呢 他说的呢 希望我们把房子换到这个院里面 因为大家都住在这嘛 互相照顾方便 而且也确实是 如果换过来的话 他上班就方便 尽管离我父母那边远了 但是我其实我可以来回跑 那倒没关系 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就 协调我父亲他们单位 协调好了以后 房管部门 双方房管部门 交涉完了以后 然后签字 办了一套手续 然后就把我父亲 宁下的这套房子 换到这个西里面这个院 然后来了 换过来以后的话呢 因为这个院子呢 是属于北京市粮食局的 那么你换过来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这个 我的这老丈人跟我讲呢 就是说 你如果换过来 这个房子的话呢 就要落在写着他的名字 因为开仙是不是 往哪搬呢 粮食局有一个规定 就是粮食指宫 搬到小区 不是粮食指宫 不叫进行 所以那么样 把闺女的名字 儿子的名字 都改成我了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一号楼三号楼 这两套房子 都是他父亲的名字 都是南北巷的 七号楼那套房子 是东西巷的 就是他母亲的名字 等于我们子女 没有那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结果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 换过来的两套房子 都登记在了父母营下 但由儿子女儿两家实际居住 之后 三个小家庭又先后出资 将三套房买下 三套成租房 从此全部变成了产权房 我们那时最开始一换过去就让我们买 所以我们就买了 一个一号楼 一个三号楼 我们一号楼 闺女三号楼 儿子七号楼 后来过了是几年 一两年两三年是什么 他们才把那个一号楼和七号楼买下了 通过房改买下产权后 阮家的三套房呈现出如下格局 父母居住的一号楼 和女儿居住的三号楼 产权人是父亲 儿子居住的七号楼 产权人是母亲 父母一直就是说的呢 我们也没有说 问他们身后的财产问题 他们一直跟女儿还是亲女说的呢 以后我什么都不写 这个将来身后的财产 他们平分我不管 那么 我们其实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那么一直接受这种 这种说法 而且呢跟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尤其跟他这么说的 那么他可能就落下这么一个印象 将来的话呢就是平分 在这三套房的分配和使用上 一家人原本存在共识 多年来各自生活也是相安无事 然而在2014年之后 随着家中第三代陆续结婚成家 这住房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 14年结婚 孩子结婚 这两个孩子结婚 我们孩子九月份 我弟那孩子是女孩吗 十月份 他们在同一年 14年结了婚 那个女婿家是在密运 密运她在北京上班 密运那会儿她老家那个房子 她在北京上班 那就得住这两句实了 住这两句实 现在我这儿子媳妇 孙子孙子 那个女婿 还有那虫孙子 等于三代年就住那两句实 结婚以后呢 我弟姐他们一家本来住七好了 她说结婚以后呢 女婿也不是在这边吗 都在这儿住 她说这儿子搬到我妈这儿来 阮家母亲说 自从孙女结婚生子之后 儿子一家三代 便挤在60平方米的小两居生活 很是不方便 为了照顾他们 老两口便让儿子搬到二老的两居室里 住了一间房 站了一间以后的话呢 然后邻居呢 就是院里这些邻居 不都是粮食局系统的吗 大家都是也挺熟的 院里人呢 很多人就跟他讲 就是说你弟弟可能去占房去了 但是他呢也没有 我们其实都没有在意 觉得那个老人嘴里说的呢 是他要来照顾我 然后弟弟呢 是说呢 这个房子这边挤 住这边去 也是说照顾 然后呢 那个邻居呢 跟我们说呢 是要占房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都 也都没有在意 也都没有去想 女婿说 邻居们的议论 起初并没有放在心里 但不久后 他们却偶然发现 弟弟一家的户口 不知何时 已经迁到了父母家 因为在这个之前 几年前 他们住那个东西朝向的房子 他们就把那个户口 迁到这个南北朝向 迁到我父母这个房子里 有一次是填什么表 用我妈那个户口本 还的时候 我问我妈 我说他们的户口 怎么都跑这来了 他们是不是几年 就在做这件事情 他觉得委屈 我儿子没有想法 我问我妈 我说他还他的时候 我说他们怎么户口都在这儿呢 对 然后他妈妈 他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 就你这事你管不着 就你垫进这房子 你管得着吗 联想到邻居们的议论 女儿心里越发不安起来 弟弟一家的户口 为什么要迁到父母的房子里呢 户口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2017年年底 任女士和爱人 又有了一个更加意外的发现 去年年底的话呢 我们在收拾房子的时候的话呢 突然发现一个什么呢 突然发现我们家里头 就是说这个房子 当年从那边换到这边来的 那一套手续 没有了 就怎么也找不着了 整个都找了 就很奇怪找不着了 找不着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想 这个这套房子 如果将来父母去世以后 那么就会 就很麻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想呢 干脆把这套房子先给过户了 由于当年的换房手续丢失 女儿担心 他们的房子继续保留在父亲名下 会引起麻烦 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 不必要的争议 女儿提出 让父亲把属于他们的一套房 先过户给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过户 闺女提出过户 过户 老头想过户就过户 反正早上也就是他们的 就是今年的 我们三月份 跟老人提起这事儿 然后我们五月份 开始办的这个手续 所以您的父亲 已经把房子还给您了 是吧 他们个人呢 就给他们个人过户 我们岁数也大了 不然我们真早了以后 这也麻烦 谁的房子就给谁过户 女儿家的房 已经于2018年7月 完成了过户 而女婿回忆 在他们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 母亲却突然提出 要给弟弟也过户一套房 他母亲呢 就说的呢 那个你们赶紧办 办完以后的话呢 回头给你弟那也办了 母亲又提出来这个事儿了 对 这时候他提出了 你们办完以后 把你弟那个房子也给办了 母亲提出 也要给儿子过户 这让女儿女婿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就在父母 刚刚搬去养老院时 家中曾发生过一件 很不愉快的事 我父母入住养老院以后 然后那个本来说是 我弟弟住一套 然后把一套出租 拿这个房租来供养养老院 但是我弟弟不腾房 那您的弟弟怎么腾房 我母亲就是说 原来他住那个 七号楼是东西朝乡 那是他们一直住的 我母亲住南北朝乡 后来住养老院呢 他想住这个南北朝乡 我同意了 我母亲把这个南北朝乡 让给他 就说租金少一点 把那个东西朝乡都租出去 他也答应了 结果我父母在养老院 住了两个月的时候 他还是不腾房 等于两套房 不腾哪个呀 东西的哪个 七号楼 对东西朝乡都不腾 就是说当时弟弟住了那个南北的房 东西的房他还站着 站着 是由他女儿两口子住着 他们两口子住着东南北朝乡 就是七号楼是儿子的 一号楼是我们的 我们搬走了以后呢 儿子有一个小孙子 等于我们的重孙子 我们那房子是朝阳的 七号楼是东西向的 儿子说呢 就是说他想住那朝阳的 因为这个事儿不愉快了 不愉快了 就是我们楼上的邻居 手说你弟弟这不是明摆着站房吗 那后来疼了吗 后来我父母又回来了 就是看着他搬的家 疼了 疼完我父母就回养老院 然后收拾收拾 这房子就出租了 出租的最后是哪一套的 东西朝乡 就等于是租金稍微便宜的那一套 是吧 最后还是出租了 虽然弟弟最终腾出了一套房 但父母原来居住的朝向叫好的房 却被他占据 并且户口也早已迁了进去 这样的状况已经让姐姐不快 更何况母亲又提出要给弟弟过户一套房子呢 毛总想说这样 后来我说你过不给他 那对我有什么安排 他说您不能给小军过户 我说那我就得给小军过户 他完了以后 在微信上 他就发过来了 那您的 就我们俩的身份证 你们的身份证 我还不能给你们 就是他过户那身份证 还在他那儿了 没给我们 最后那道手续的话呢 老人的身份证 我们必须得拿着 就一直在他手里拿着 他也就不想去了 如果咱们要是这么说 您的房子爸妈还给您了 那爸妈也要还给小儿子一处房 怎么还给小儿子一处房 那个房子是小儿子 就他们觉得 他们可能应该要过户给他一处房 那还在他们名下的房子 给我弟弟一套 他并不是还给我弟弟 已经先给他过了户了 所以他不让弟弟过户了 如果他要没过户 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给他过户 所以他过完户了以后 他提出这个问题了 他不让给弟弟过户 那儿子不对我有意见吗 我没得说呀 你给闺女过户 你为什么不给我过户呢 我们房子 是我公共的房子 我爱人家里的呀 所以您觉得就是 大锅饭是大锅饭 您家的饭是您家的饭 这跟大锅饭没关系 我们住的房子始终就是我们的 因为换在这院里是粮食局系统 我爸跟我们商量 要写我爸的名字 当时换过来25年前 谁都没有这个概念 对这个无所谓 在女儿看来 自家用公共的房进行置换 并没有占父母的便宜 只能算是内部消化 但父母要给弟弟的房 则实打实是父母的财产 父母现在的处置就是不公平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的现在的这两处房里 有您的份额是吗 两处房子里 我认为都是父母的 如果是父母生前不做处置 在父母百年之后 是因为我跟我弟弟按法律来走的 女儿提出 如果母亲现在执意要给弟弟过户 那就干脆把两套房一起处置 说你要给他过户 你七号楼也给我一个安排 但是你生前的 你这七号楼现在不是出租吗 父母养老院的费用 我说在你身后我在用 生前你想用 他不愿意这么弹 他不告诉他 东西像的 对 父母现在出租那个 对 您是去跟父母问 他们打算怎么样的 安置这个东西的这套房 是吗 对 父母给您答复是什么 给你什么呀 把你养这么大了 你是去跟他们要了是吗 我没有要 我说您给他过户一套 对我有什么安排呀 我妈就说的 给你什么 也把你养这么大了 他想要安排 我认为不合理 那天你们去我也说了 我们俩都80多岁了 他马上88 我83 我们对他没有义务了 所以妈妈的 妈妈其实 是觉得你在打这套房的主意 是这个吗 应该是 然后他就直接拒绝你 嗯 他就是 要给我儿子过户 7号楼就得给他过户 我那套就得过给他 现在 在姐姐看来 自己与弟弟平分父母的房产 无可厚非 她希望通过此次调解 让父母能公平地处理 对于他的想法 家宾们会怎么看待 阮家父母又会如何回应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父母的烦心事 就是您觉得 父母对于他们的房产的处置 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 是权利 是权利 那么权利 他背后的意思 就是 不被强制 您能理解我说的吗 法律上没有说 他必须要怎么样 而是他有权利 按照自己的想法怎么样 这个您能理解我说的吗 我懂这个 我们俩人老了以后 如果他对我好 我的东西肯定有他一半 弟弟一半 就像他现在对我的态度 对不起 护工对我好 我给护工 我就不给他 是不是 我有这权利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就想问问 您怎么就觉得 您的理由 您可以说说 您觉得您在这两套房里 似乎是有一种权利 可以要求他们怎么样 您这想法从哪来 我没有要求 您跟他们提 不是去提要求的吗 这些年 我90%照顾父母 都是我在做 他怎么就不能 在我们两个之间公平一点 我又没想多要 他觉得委屈 我儿子没有想法 我儿子没有想法 我儿子说 您随便 您怎么爱 怎么出了 怎么出了 今天他把我送来以后 他在外的 他 一说中房子 刚才我先对您解释 一个概念 我父母的房子 就是两套房嘛 我弟弟不到30岁 就住了一套 我说你们 即便把这东西朝向的给我 东西朝向 南北朝向 在我们医院里 有人买卖 直接就差50万呢 在你们百年之后 我用那一套 我过分了 我不能要吗 我要求雇佬 我做一套房 保底 但是养老院的房间也一阵 我们岁大了也需要 那消费者大了 我没有这套房子保底 以后我老子怎么回 你们第三条件是这个 我也经常看 母亲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七号楼的租金收益 是他和老伴的生活保障 所以有生之年 他们不想处理这套房子 可女儿进而提出 他并不是现在就让父母 把房子给他 只是希望父母给出明确承诺 让他吃个定心丸 父母的房子最后 父母离世的时候 都是子女继承 是不是 父母现在离世了吗 是啊 那他现在已经处理了 最后给我上菜是什么 我做的那么多 我只能得到 您现在就说百年之后的事 您觉得第一 父母心态上好不好接受 第二 现在就说这个事 他还没到那个时间 您那么着急 这事合适吗 您换一个角度去想想 在这件事之前 我什么都没说过 在女儿看来 自己为父母做了很多 而父母却没有考虑到 他的感受 您刚才说 您90%都是这个 您父母90%都是您来照顾的 那您认为 您父母现在身体条件怎么样 13年年底的时候 我父亲在二炮住院中风了 嘴歪了 然后出院以后 那个冬天和来年的春天 一直就在 护国寺中医院针灸住院 住15天出院 然后再住15天 这全是我们两个在跑 送饭 其实医院有饭 送饭 接送他们全是我们做的 在王方便的老同仲面穿的 这种面穿 像那个护国寺库 挂号 挂号 三点 月里的三点 四点钟就挂号 现在都是儿子挂号 这些专家一天就开 叫儿子挂号 方便 15年的时候 我父亲辅助动脉瘤 当时在一个三角医院查复了 人家一看我父亲 基础病太多 没治 后来我 听我妈的一个朋友 一个阿姨说 他们要是一个老人 辅助动脉瘤破裂 然后没几分钟人就没了 而且肚子剧疼 当时我就想 我还是应该把我爸爸这病治好 后来我知道 协和医院的那个刘大夫可以治 挂这个号也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父亲把这个病给治好了 协和医院那个是他划的号 协和医院那个 他们用电脑用的号 协和医院那是电脑划的号 但是一般的苦的累的 都是儿子感 姐姐 我问您 您做的这些事情吗 您是不是对这不感兴趣的 可是这些事情都是我实实在在做的 我做的这些我弟没做 他能得到 我做了为什么得不到 我们不认识您 我们对您没有敌意 您也不用跟我们特别对抗 好吧 您做的这些是父母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对吧 而且我相信您在家里肯定也跟他说过 他们的反馈是什么 就是这回您跟妈妈和爸爸提这个房子的事情的时候 肯定也跟他说了 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多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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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轮到说这些 今天有点秀才越上冰了 特别想替老人家化解女儿心里边的这个不平的感觉 但是做努力好像越劝越有点拱火的意思 我想这个还是需要这家的大姐去慢慢的自己消化 我觉得如果她有机会的话 劝她把这个节目反复的看 听妈妈对于比如房子的事情 比如对他们的情感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样安排的 是怎么样安置的 对于女儿说到的付出 父母心中到底做何感想 闺女也不能说是没照我们 闺女是高兴的时候就照我们 她不高兴她就不管我们 父母坚持要给儿子过户 究竟有怎样的理由 有她的利益在里边 就这么折腾我不给她 她也应该了解了解呀 应不应该给她呀 就是说你如果陈年协议有 她说就要好了 那你说不行 你把这陈年协议让你看看 这事就全解决了 还原当年的拆迁政策 究竟谁得到了安置 等于属于安置法 就应该给人家 那拆迁完了 能让你水打进去吗 能不给你房子吗 一碗水能不能端平 父母的心中的天平 又该如何衡量 要说骗一眼我就骗出他了 他享受我们的待遇 享受太多了 但是他这孩子呢 不知道现在怎么变得这样 我现在我很伤脑筋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是之 父母的烦心事下集 这些年我90%照顾父母 都是我在做 他怎么就不能 在我们两个之间公平一点 我又没想多要 在昨天的节目里 阮家女儿提出 多年来 他对父母付出了很多 因此他希望父母 在处理财产时 能对他有个说法 我是从我这个角度想 我又没有不管你们 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 你们在处理东西的时候 难道就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然而在前期采访时 我们了解到 早在几个月前 父母就已经完成了 对自己财产的处置 最后那次儿子过户是 9月3 9月29号 给儿子过外户的 我其实有父母 应该处理的财产应该不 你闺女儿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吗 闺女不知道 已经过户了 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都不 都不通气啊 你说的这个公平具体 有什么想法吗 那他现在就是 我喜欢他 现在就上两头房子了 那他一套我一套 那他过没过 我还不知道 您知道女儿不同意自己 给儿子过户 但母亲仍执意办完了这件事 他这样做的理由 究竟是什么呢 等于属于安日房 人家就应该买 就应该给人家 他一套我一套 你 他是儿子 他喜欢南北朝向 可以 我 我要那东西朝向 那拆迁完了 能让你水打接接吗 能不给你房子吗 他现在想着 我现在你们百年之后想着 这也不是特别公平 我就是这个要素性 公平一点 女儿一直强调要公平 在父母的心中 到底认为公不公平呢 像这些东西呢 这规律就是矫情 他一点都不说 但是儿子呢 人没犯矫情 人没说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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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规律呢 不顾女儿的反对 父母私下给儿子过户一套房 这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女儿又会是怎样的反应 我说他要提出给过户了 我也得给他过户 因为给你过户了 我就要给他过户 他是这样提出来的 我没有直接提出了给儿子过户 但是即便是过 那该过哪套房呢 过的是一号楼 在第一现场 母亲告诉调解嘉宾 目前她已经把给儿子居住的 一号楼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 听到这一消息 坐在第二现场的女儿和女婿 感到非常吃惊 情绪也有些激动 据了解 在给女儿办完过户手续之后 父母的身份证始终在女儿手里 并没有还给父母 那么没有身份证在手的父母 又是如何给儿子办理过户的呢 那儿子说的 说您不懂得急 说不得身份证的话 想派个所 想派个所报失 我完了身份证以后 儿子过户了 最后那次儿子 最后那次儿子过户是 9月3 9月29号 看来 在给儿子过户的问题上 父母是打定了主意 难道他们没有预见到 这会让已有的矛盾加深吗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坚持呢 等于属于安置房 人家就应该买 就应该给人家 那拆迁完了 能让谁打进去呢 能不给房子 母亲告诉我们 当初拆迁时 儿子也是被安置人 房子原本就应该有儿子一套 现在的过户 不过是物归原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呢 拆迁 我们住西西门 西西门 原来住在前头园 我有三间房房 那会儿呢 就是什么 未改拆迁呢 拆迁给两套房子 给两套房子 我儿子呢 那个三口人的户口 也在那会儿 我们俩人户口在那儿 所以你给两套房子 据母亲讲述 拆迁时 老两口 以及儿子一家三口的户口 都在被拆迁的房子里 根据当年的拆迁政策 家里便得到两套安置房 而此时 女儿却提出 拆迁时 她的户口也在娘家 拆迁安置 也应该有她的利益 当时在你母亲名下的私房进行拆迁对吧 那当时被拆迁人是谁啊 房本是我妈的名字 那供居人有人吗 因为供居人 我们住在马连道 我弟弟住在西巴格 那个房子就是我父母 当时拆迁协议上列的供居人有谁 我没有看到拆迁协议 拆迁的时候我跟我弟弟都不在 当时户口谁在那儿 我弟弟一家三口 我父母还有我跟我们家孩子 他婆婆死了以后 他那个公公提出把那户口 把他们俩俩的户口 弄得他们俩就成形的 南方那边去 结果那我没有理由 我就得让他成立的 所以拆迁了 他就拆走了 拆走了正好人家 拆迁的时候 人家到家里来问来的时候 他们的户口怎么在这儿 母亲解释 原本女儿和外孙的户口 确实与他们在一起 但就在拆迁之前 女儿把户口迁到了婆家 正好错过了拆迁安置 对母亲的这个说法 女儿却并不认可 后来我母亲说 拆迁的时候你户口迁出了 当时这不在一个时间点 是有一次迁出 是因为她爸爸一个人 孩子上学 她爸爸一个人 想让那孩子在那边上学 你户口得过去 但是那时候 把户口是冻结了 没有拆迁 我们会否冻结了好长的事情 没有拆迁这个风声 这户口转出去 后来发现在那边落不了 她弟弟结婚了 她爸爸找不到户口本 那我说落不了 那就回来了 五天的时间就回来了 女儿告诉记者 当初她的户口迁出娘家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五天 而拆迁并不是发生在那五天里 但母亲却坚称 拆迁核查的那一刻 女儿和外孙的户口确实不在 所以拆迁安置并没有包含他们 就是拆迁人家就是不动入户调查 谁家拿了户口本核对 就那核对的时候 她的户口就没带了 什么时候拆的 八九年拆的 是吗 不是八九 小孩那时候三次生的 大概时间 应该九零年后 九十年代前后 是吧 九零年前后 那我现在跟您说 那时候的这个拆迁政策 按我的经验是要看户口的 这个您不愧不知道吧 您也是过来人 就是有没有户口 有几个户口跟他所安置的房产 或者说钱 它是有差别的 这个您应该了解这个历史状况 我不了解 不知道 就看拆迁协议 是那您要有的话 咱们拿出来可以印证 拆迁不是我做手 要是拆迁协议我也想看 如果拆迁协议确实安置了 我弟弟一家三口 我认 他那个时候户口在那 依据当时的拆迁政策 是会考虑户口谁在那有几个 是要考虑这事的 那拆迁儿子三口的户口 都在钱刀院二十七号 我们的也在钱刀院二十七号 你给了两套房子 给了两套房子 那当然是不是要有儿子一套 我听我爸说过 说即便是按户口 也是一居一套 因为我们同学都是一居一套 现在还在桃圆小区住 这个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 就是不同地方 不同时期的拆迁 我们桃圆小区拆迁都是发小 人家现在还住着一居一套 我爸说过 即便有我弟弟也是一居一套 不会是两奸 你有拆迁协议吗 那是南北下的 八九年的那事 那哪有 我没有这个 当年的拆迁材料 似乎已无从查证 但母亲肯定 女儿不在拆迁安置范围之内 她说 除了拆迁时 女儿的户口不在娘家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 也足以证明她的结论 人家拆迁 人家给房子也好 人都有条件的呀 就甭说她 闺女和外甥户口不在这 闺女和外甥户口 她俩如果在这会儿 那房子也没有她的 怎么着 姑爷户口不在这 人家一了解姑爷 姑爷在那边有房子 人家也不能给 如果姑爷户口在这 她三个人都在这 那房子有她的 闺女和外甥户口 那会儿正好牵出去了 牵着婆婆家去了 物业户口一直没在我这 在父母看来 拆迁中的的确确没有 女儿的安置利益 家中获得的两套回签房 原本就应该是二老一套 儿子家一套 而他们二老的安置房 在拆迁刚结束时 就已经卖掉了 您认为卖的那套房子是谁的 卖那套房子应该是我的了 那剩下那套呢 剩下那房子应该是儿子的了 这个事在您家有共识吗 就是说你如果拆迁协议有 她说就有房子 那你说不行 你把那拆迁协议让人看看 这事就全解决了 那她认可不认可 就是这么一事实 有人说过这个事吗 卖的那个房子是我们老两口的 留下的那套是儿子的 我没说过 是拆迁的时候就来的 没说过 没说过 所以您的女儿认为 那两房子都是您的 不知道我们没有问 她也没跟我们说 因为当时来讲 那房子是父母的房子 我们也没有什么过问 在女儿的认知里 家里卖掉的一套回签房之后 剩下的一套房 一直登记在母亲名下 应该是属于父母的财产 但母亲却表示 房子虽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 但实际上是儿子的房 剩下一套房子 这一套房子就写着我的名字了 因为为什么写我名字呢 当时人家要的什么 就说要那个 交什么媒活费的 要什么单位 什么签字盖章了 但事实上应该是我儿子 事实上应该是她的 写着您的名字 就写着我名字了 在母亲眼里 这套回签房自始至终 就属于儿子 现在给儿子过户 也是理所应当 如果说到公平的问题 她倒是认为 这些年来 他们给女儿的偏爱 比给儿子的更多 她要说偏心点啊 我偏的谁 我偏的就是她 怎么说偏的是她呢 她占便宜的时候 弟弟没说过什么 就拿那个什么 就拿这个 就是个人把个人的房子 就弄到那个 西制门去吧 其实那是我们庆家的房子 但是到这边呢 那边是出租房子 到这边就冠冲买的房子了 冠冲买的房子 她买房子的时候 真正的房间 她就交了六成多 连设备一共八成的 为什么那么讲呢 老头是干部的 干部呢 有一份福利 再加上我们的工龄高 所以她的房子就那么点 到我们买 劳家我问您一下 因为这问题还比较关键 您说您过户 给女儿的那套房 当时在西制门这边 单位换过来的 换过来买的时候 还用了您二位的工龄 是吗 用我们俩的福利 您具体说是什么福利 她就那个职称的福利 工龄的福利 还有什么福利 所以 离修干部 买称本价 不要免费 没有钱 所以故意这套房子 称本价 没花钱 那如果没您二位这福利 得花多少钱 要没有她的离修 和这职称的福利 我们俩人的时候 我们俩人的房子花了两万五 她说的吧 基本上有这回事 但是她不是 那这一套房一套房大小不一样 我们俩人就说大概 您大概帮我算了 因为您家事 我不可能了解那么细 就是没有您二位这福利 甭管离修的也好 甭管工龄也好 我不知道您单位什么证实 那儿子那套房子 虽然是东西向的 花了四万多 花了四万多 四万几 我不知道 反正儿子出的钱 好像是四万五 闺女这套房花了多少钱 闺女那套房子 她那房子 连设备都算上 花了八千多 花了八千多 嗯 她刚才说我们买房八千多 适用她的功力 我们是第一批 他们是几年以后买房 这样涨 一万多 不得不得 我们是一万多 但是我们的老婆 对我们俩的功力 当时我们在马来到楼上 有我们的同龄人买房 当时是两个人 这个人家弟弟知道这个 人家弟弟没说过 天心眼 现在一万块钱不大回事啊 那是八七零年 九一年九零年的时候 那是万元库啊 那一万块钱要办不少事了 人家弟弟没有为难爸爸妈妈 那您二位这个福利 是在买房 还能享受 还是就只能享受这一次 就她那用一次啊 就只能用一次是吧 她用完了 别的房子不可能再用了是吧 别的房子不可能再用了 好 明白了 我们买的嫂 他们是几年以后才买 房间还涨不掉 但是我没有要求 用他们的功力 因为要弄过来 我爸跟他商量 就得写我爸的名字换过来 因为是这个系统的 那自然人家房子算这个 房子也就用了我爸的功力了 要说骗一眼我就骗着他了 他享受我们的待遇享受太多了 但是他这孩子呢 不知道现在怎么变得这样 我现在我很伤党心 我为他付出的付出是不少的 听母亲谈及付出 女儿女婿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 他们表示 自己的确享受过父母的恩惠 但是该进的义务 他们也没少进 因为养老医院的手机 包括父母的这些看病 上所有的医院 他所有的待遇都能说出名字了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父母的 这个前妇 我们帮他那个 帮他那个 开车带这个去 还他什么 银行的手续 我们并不管这些 我们只管药送着 在北方开到 送药放送着 闺女也不能说是没照过 闺女是高兴的时候就找我们 他高兴他找我们 他不高兴他就管我们 就在我们都住在一个院也是 闺女很少到我们一号去看 他高兴他就去 他不高兴他不去 有时候去了 那不定来点合适 到这跟他们的床一边到一边 据女儿讲述 他们不仅平日里对父母照顾有家 就连父母现在居住的养老院 也是他们多方考察后 才帮父母选定的 可是说到这个养老院 父母却觉得 女儿当初让他们搬到养老院 似乎就是有所企图 阿姨您为什么去养老院啊 去养老院呢 去养老院是她让我去的 谁啊 闺女让我去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在去养老院之前 她到昌平给我找房子 她到什么北原给我找房子 到这给我找房子 那给我找房子 找房子就说让我搬住西志门 搬住西志门 她说的呢 就说我们那儿没有楼梯 找那边有楼梯的 我们俩都不去 因为你找楼梯的 我们到那儿人是不去 第一步说 我们还得请保姆 她自己找养老院打听做 告诉我们做 所以我们才带她去 完了以后 就到最后 到养老院那时候 我们看这儿还可以 因为每天都有人打扫卫生 什么的护工 什么的护士 什么都挺好的 我们去了 因为她那儿还有医院 她让我们去了 但是我想想现在 她让我们到那儿去 她也努力的 我们没去之前 我们俩岁数不大了吗 我儿子在那儿住着 晚上帮我们打着洗脚水 早晨准备早点 什么到时候没有牛奶的 儿子能给买香奶的 他干着事儿 儿子办着事儿 他就认为儿子到 我们这儿去抢房去了 他也说过这事儿 他说 那我弟弟能到这儿来撤你 我也能来撤 我说那也行啊 可是他一直 他都不过来撤 过了长江老院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那个楼没有楼梯 他腿脚不好 他老儿要上下楼做饭 买菜做饭 实在不行 再一个 他弟弟住在那儿 老吵架 老太太天天跟他诉苦 吵架 老吵架 弄得就没有办法 而且的话呢 两个人 岁数大了 他弟弟还在那儿养鸟 可是您家两代人 逐渐的也费了不少周折 把房子集中在西志门 这个大院里头 不就是为了一家人 这个安享晚年 能够其乐融融吗 怎么又去了养老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不是您老两口 不是我们老两口 最佳的想法呀 不是我们老两口 最佳想法 这个闺女给租房 找养老院 最后才知道 所以为了把我们组织房藤出来 他要一套 儿子要一套 当时为什么没拒绝他 但是我认为这养老院还可以 条件可以 挺适合我们的 这个事情啊 其实应该找养老院的人 我们带他们去了这个养老院 他们一看就不可以 结果当时就要签 天天催我 他天天催我 因为我们毕竟孙儿大了 儿子是不理解 儿子一开始儿子不愿意 儿子不理解 儿子说他脸上没光 刚才说您养儿子 儿子这么大了 您老了的话 我们不管您让您上养老院 儿子不理解 挺有意见的 挺有意见的 但是我们呢 就是说我呢 说我说这样呢 也好给你减轻复带 不然呢 就是我们两人 那个什么 跟你这儿的岁数 人家两久在窗前没孝子 你还有还有喜望 是不是啊 时间短程 时间长了 我说你要手下把气 那您现在平心而论啊 您老两口 目前平心而论 最希望的养老方式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那已经习惯了 养老院那块是蒙 八十多岁的老人 事情看得明白 活得通透 这让在场的嘉宾们 颇为敬佩 二老表示 他们现在还是愿意 继续在养老院生活 但对于财产 他们早已写好了遗嘱 做好了安排 因为我们看你们 第三条件史呢 净是哭哭啼啼的 净是这种事 所以我们写这个 就互相写一会儿 这是我写的吧 这是我写的 这是老头自己写的 采访中 母亲告诉记者 目前女儿和儿子 都不知道他们二老 已经留好了秘密遗嘱 更不清楚遗嘱内容 那么 父母在遗嘱当中 到底交代了什么问题呢 咱们现在能不能先明确地提一下 女儿有什么要求 父母有什么要求 没有 那您今天来试想 这个调解方式不是我 这个调解方式不是我能接受的 您接受什么样的 我就想说我之前因为父母的付出 我希望父母能对我和我弟子之间公平 这不就是人家的诉讼吗 房子不房子我不说 爱给不给 就是要公平 那这公平体现在哪儿啊 没有 让我父母自己心里衡养 他要认为很公平 我就算了 我什么都不说 我们说呀 我们说还是那句话 我们现在八十多岁了 把他们都养大了 把他们养大了 把他们的下一代方面养大了 我们现在对他们没有任何异物 我们把他们养大了 他们现在应该对我们有异物 有异物的话 他们心情好的时候高兴到我那儿去 但是别气 别到那儿跟我嚷嚷去 什么不是好惹的 我这么点弄的 别这么跟我嚷嚷 要这么嚷嚷呢 要这么嚷嚷呢 那对不起 我这个 我这个啊 就是护工对我好 我对父母都给 谁对我好 我对父母 父母表示 他们对子女们的抚养义务 已经近晚 是时候好好享受 自己的晚年生活 因此 在这份自树遗族当中 父母决定 一定要自己看管好 自己的老本和老窝 采访中 母亲告诉记者 目前房本 房租 工资卡等重要财物 都由他们自己保管 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是保证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受制于人 那么对于父母的 这样的决定 女儿会是什么态度呢 我不认为 他会多给你房 完全根本的 就没有这个打算 而且呢 他不但是不想给你 他不想给任何的人 他这套房子 就要一直攥着 我觉得你父母 刚才说的这个 你也一定听到了 他们是 如果一个人先走 留下的那个人 继承所有的权分 然后由他 随意地支配 听到父母 对财产的处置决定 女儿一时难以接受 情绪也一度有些激动 但是嘉宾们认为 依法调解 尊重父母的选择 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这些都是调解 应该坚持的底线 我刚才在下面 我也在说话 我就听到了一句 我妈偏同我 在我跟我弟弟之间 我妈没有偏同我 咱们现在就说 现在呈现了这种结果 我觉得您妈妈 没有偏同任何 应该我想说 我没有记仇 我的肺炎 我妈是怎么给我治的 我妈得肺炎 我是怎么给我妈治的 看完西医看中医 女儿想要表达的 是自己对父母的付出 她觉得 既然自己用心地 履行了因尽的义务 也理应得到父母 更多的回应 可是在嘉宾们看来 即便子女们 履行了赡养义务 也不能以此 作为换取父母财产的条件 我们对您啊 正常履行的这种 赡养义务 尽的孝心 我们都不否定 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否定 我们也不应该否定 但是恐怕之后 您要做好一个 更深刻的认识 就是您尽的这些孝心 您履行的这叫法律义务 也就是说 不以任何的事情 为前提 为条件 父母一碗水 不需要端平 没有人 对他们有这个要求 父母可以不给您 任何的东西 只因为他给了您生命 您是子女 您就必须尽这个责任 尽这个义务 您必须要做好 这样的一种认识和准备 否则您的心态 永远调不过来 不管您过户 给儿子这一套 还是还在您老两口 名下这一套 都是您二位的产权人 产权人本身 无需任何的理由 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 包括您二位写的这个东西 因为刚才我审核了一下 这个是有自书遗嘱的效力的 当然如果咱们更完善一点 咱们按照继承法 您可以到公证处 70岁以上的老人还不收费 您二位一起去 带上证件 把这个意思 做一份公证书 免费的 免费的 70岁以上都是免费的 您这个国家的公权 更是应当享受这个优待 所以做一份公证书 它的效力是更好 这个您可以考虑 做一下 剩下的那些 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当天 在调解现场 由于女儿接受不了 父母的财产处置决定 再次同台时 她便没有参与调解 但即便女儿难以接受 父母依然认为 她们对自己的财产处置 是公平合理的 要说一碗水 说绝对钻得平 谁也钻不平 是不是 别说一碗水钻不平 但是我 从我心里 我觉得 我觉得 对她的照顾 和对弟弟的照顾 我对他们 都付出了 就说今后 我今后 就是我们俩人的财产 我也没说 那房子当然过 应该给弟弟过 已经过了 就说什么 今后 就是我这一套房子 他们俩人是两个人 是不是 他俩要 都进行 进行这个子女的 就进行义务呢 以后肯定是他们两个人 我也没有第三个 就是您这个也算是 您二位的 二老的一个承诺了 是吧 就是啊 年过八旬的老两口 一再表达 其核心意思 就是他们深厚的财产 子女可以平等继承 而之所以 现在不过早做处理 是因为 他们对自己晚年的担忧 调解嘉宾也认为 他们这样的决定 应该得到儿女们的 理解和尊重 我觉得老人 说的还是挺清楚的 就是我把你们 以及你们的后人 都养大了 现在剩下的是我们的 我们要用它来养老 如果有谁先走了 另外一个人 就得到全份 然后他可以随意安排 这是一个 多么自强自力的 想法和做法 一起安排 我觉得老人 无论是情分 还是本分 都做得有灵有面 那天 其实是谢谢您了 不过不管小说 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对我来说还是成功的 最起码是 他是要求说什么 他认为他什么都是对的 什么都差下 那天呢 甭管怎么说 反正是 人家中法的人 是认为他不对的 批语他了呗 对 就可能 反思反复 我认为 我认为 对我来说 我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 在电话里 母亲告诉记者 她一直期盼着 女儿能够理解他们的安排 能早日打开心结 到养老院去看望父母 在此我们也希望 同样为人父母的女儿 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心 早日重温天伦之乐 女儿能够理解父母的